这好莱坞的片子像这个法规骑兵啊 这个泰友明大家都知道啊 男主角,不是男主角 尼免的角色主人物 印尼亚纳琼斯 印尼亚纳琼斯 泰友明哈里逊福特演的 演了五集啊 今年2023年他的完结片啊 第五集第六集会上演 这个泰友明啊 但是我这个标题是 印尼亚纳琼斯啊 也出现在中国吗 有没有 敦煌及楼兰 这个敦煌现在还有嘛 楼兰已经找不太到了 就新疆那边啊 甘肃是敦煌嘛 新疆是楼兰嘛 太险加斯坦英 那斯坦英跟印尼亚纳琼斯有什么关系 因为印尼亚纳琼斯是虚构的嘛 是乔治、卢卡斯、斯蒂芬斯、毕波他们 他们倒并没有讲原型人物是谁啊 可能也是一个综合体嘛 他虚构人物 但斯坦英是真有其人啊 英国的啊 探险家 他就有点类似印尼亚雄斯啊 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夸张啊 并没有像印尼亚纳琼斯那样子 好像猴会打架啊 竹子多谋啊 那么行侠仗义啊 等等那么传奇啊 当然是小说 而是电影啊 虚构的啊 电影你不夸张 人家不看啊 当然真正的探险家 没那么夸张啊 但是他是探险家啊 所以在中国出现了这个探险家 就类似印尼亚雄斯啊 只是没有那么传奇啊 但是他的贡献那当然是很深沉啊 比这个电影啊 电影当然比较肤浅嘛 浮光热影嘛 就是真的探险家啊 斯坦英啊 他主要是在新疆啊 当然他也到中亚啊 这个就是1900年开始啊 曾经出现在这个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啊 当然现在年轻人或者一半人 可能也许没听过啊 你看好莱坏市人口的电影啊 法规骑兵啊 他的系列啊 探险片中主角印第安雅雄斯啊 他本来是他狗的名字啊 他的形象深入人心啊 嗯 就像那个 媳妇老牛仔约海伟人啊 他的外号叫公爵啊 公爵也是他的一条狗啊 他养了一只狗啊 那有没有类似啊 好像法规骑兵里面 英雅雄斯的外国人啊 在中国他有利 有利 而且不止一位啊 当其中最有名啊 呃 非常有名的 其实是最有名啊 就是英国探险家的斯坦英啊 他当然他的形象是这样子啊 没有像法规骑兵里面啊 那么夸张啊 当然 这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拍的啊 他当然去探险的时候 就不是穿这样子啊 我们先看他几张他的照片啊 图片 探险图片啊 然后再讲他为什么啊 这么有名啊 这是他探险的其中啊 一部分啊 就中国境内啊 待会中亚待会看啊 就是这边就是啊 以甘肃开始啊 一直到新疆啊 还有陕西啊 他最有名就是这一块啊 这个点啊 这个敦煌啊 敦煌这个点 我们先跳过去这样讲比较快了啊 就是 敦煌啊 我们看 跳到这边来看 好了 这样子 比较清楚一点啊 就是 敦煌啊 他这个啊 因为敦煌当时 就是早期啊 南北朝那个时候啊 就是荡兴佛教啊 那当然啦 就是有那个 有各种那个 石雕啊 这个啊 东华 有很多哭啊 佛教的哭啊 那哭是带不走啊 可是他里面啊 有很多宝贝啊 就是 从南北朝开始啊 当魏晋啊 魏晋南北朝那一带就开始啊 一直到后面都有 就是有很多的 文献 文献 佛经啊 佛经 当然是 天族啊 就是 印度 古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啊 然后 加上那个 中央 一直到新疆都陆续改写啊 就当中的宝贝 以下来讲 都是 古董啊 都是 古金啊 所以 那边 有很 藏在洞窟里面 结果随着时代的变化 大家忘记了啊 当然那个石窟啊 当然看得到啊 可是那个洞啊 藏津洞 大家已经忘记了啊 所以你看 这历朝历代啊 后来结果战乱到旺季 结果到光绪年间 1900年6月 这一个道士啊 那边已经等于是 荒凉了啊 没有什么人在管了啊 然后有一个道士啊 道士他就是 不离不弃在那边 他也没有资源啊 穷得要命啊 一个道士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小道士啊 就以他为主 一个叫王源璐的啊 没钱 但是守在那边 他也不知道啊 他也不知道 这个洞窟石窟啊 里面有洞 洞里面有很多宝贝 不知道 他整理的时候呢 发现了密室 哇不得了 哇密室啊 这里面很大 而且不止一个密室啊 有一个密室 但是后来又发现其他啊 密室里面啊 这比喻洞间好大 哇他一看不得了 里面都是啊 各种福教经卷 经卷啊 文物总共后来 先陆陆续续啊 这也不是同意 一下子就发现有五万件 陆陆续续的啊 前年后后 五万多钱啊 很多啊 那就是有这些东西 可是很可惜啦 这是宝贝啊 中华文明的 这当然佛教是西来的 从西边来的是没错啊 可是佛教来中国也很兴盛啊 也算是中华文物的这个宝贝 可是很可惜啊 这个道士啊 他这个没有什么学士啊 士的字也不多啊 而且这些都是 佛经都是古代的各种文 也不是中文写的 各种那个 各种那个古代的 还有中亚 还有什么 很多文字写出来 他也看不懂 他只知道 这些应该是宝贝 那你说他那马上啊 请国家啊 国家来支援啊 请控股队啊 请国家的这个研究人 没有 那时候是 清朝已经到末年了 就是西太革命 请民国建立之前 到十年左右 冰花马乱啊 那时候八国联军啊 什么东西啊 他有一个报告啊 他当然不可能 直接到北京嘛 去跟那个 慈禧 光绪报告 不可能嘛 他就跟当地的郑啊 跟郑啊 跟乡啊 跟市啊 那些领导啊 那时候去报告 可是那时候呢 冰花马乱 这个中国乱七八糟 这大家也不重视 当然啦 地方官也有上报到北京啊 有报告 可是那时候慈禧啊 公序自顾不暇 就没有理 就没人管 就是地方也没办法 中央都已经乱七八糟 八国联军 乱七八糟 这个自顾不暇了 没人管 就随便你吧 我们已经上报了 这个中央那个 紫禁城那边 都已经自顾不暇了 你就自己看着办嘛 所以他在那边 结果呢 当时他也没有能力去维护 他很穷嘛 地方上 反正中国大国都穷嘛 结果这个 史坦英 他发现了 这个人发现了 这个人 他发现了 他是英国人 当然有英国那个有什么 英国有社团啊 或者政府啊 有资助他嘛 不然他一个人没那么多钱 有政府的资助 或者社团 学术团体 或者什么皇家啊 资助他 结果他就花了很少的钱 结果呢 就买了 买了一大堆 买了一大堆 所以这个是有名的 结果买到哪里呢 买到 后来就放到什么大银图书馆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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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去啊 他是这个有名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没办法了 那你说后来这个民国时代 也是军阀格局啊 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啊 那你说中共建政以后啊 1949年建政 也知道 哑巴吃黄 你有苦说不出 可是 那已经是几十年前啊 你而且你是已经买了 也已经送回啊 英国 以英国为主啊 也没办法啊 那你说全部买回来要花很多钱啊 所以这些这些宝贝啊 就要要看就到英国去看啊 当然他没有全部买啊 我们待会再再细讲 所以他这个是有名啊 买了很多这个敦煌啊 这个里面的石库啊 里面的洞里面 发现很多佛经啊 一些文献啊 他就带了一大批走 他没有买完 因为太多了啊 他就买了一部分啊 就带走了啊 带回英国去 结果在欧洲引起轰动啊 澳洲有机会再讲 后来又有 又有其他人啊 其他的 英国人 还有包括日本人 还有包括 所有人啊 也听说了 也过来买 差不多买光啊 那这是一部分啊 他买了这个 佛教的古代的经文啊 另外他有名就是 他真的探险家啊 我们先再回到那个照片啊 这是他本人啊 这是穿西装啊 那时候的西装啊 但是他探险 当然不会这样穿啊 然后他这是在中国境内啊 他的探险啊 就大概从 陕西的西安开始啊 到甘肃啊 然后最后他到了敦华的店去买了很多佛金 然后一到新疆 然后他是在洞湖里面啊 当然这是 破上去啦 这是他已经有年纪啦 然后那个探险四次啊 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啊 三十年啊 就是在洞湖里面啊 然后这是他去探险啊 那斯坦英 斯坦英不知道是 这样看不出来是哪一个啊 他跟了一些外国人啊 当然他还有找了很多当地的这个华人啊 中国人啊 中国没有拍 这都是老外啊 黑白照片啊 这个就是他们平常 平常那个 他们探险的照片啊 那这个时他有四次啊 你看这边从中国嘛 中国就从啊 甘肃、兰州 大概兰州开始啊 这样子 他有分四次 但是他没有表现一、二、三十啊 就把四次路线啊 然后一直到这个 反正中国嘛 然后这边整个中央 叫哈萨克啊 吉尔吉斯啊 这些地方啊 然后他做四次探险啊 三十年之间嘛 也就说大概是从中国啊 这边是新疆嘛 新疆 然后这整个是中亚 这个俄罗斯嘛 然后这个是蒙古嘛 然后他就从新疆这边啊 进入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 这些图顾曼 大概是到 已经快到阿拉伯那边去了啊 最近他有四次啊 那我们先来看啊 先跳到这边来看 他四次探险 所以他是有点像那个 法规骑兵里面的 印尼亚的瓊子 印尼亚的Jones啊 你看这个探险啊 第一次 第一次探险啊 1900年就是新泰国密尔民国 中央美国成立前十年啊 第一次啊 他发掘了新疆 和田在新疆那边产油嘛 和田地区啊 他发掘那边啊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 都有古代文明啊 可是经过 因为那边有 有这个风沙很大 有些就是沧海商田嘛 有些就被风沙盖住了 找不到啊 然后后来他就重新发掘 发掘和田地区啊 还有一个古代的尼亚遗址啊 取得巨大成功 不得了啊 中国人都不知道啊 当然 为什么叫新疆呢 因为清朝左宗堂啊 他是征服了新疆 然后取名 那皇帝就说 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嘛 可能当地人 当地人说我们是维吾尔啊 可是汉人嘛 不能叫维吾尔 就叫新疆啊 新开辟的疆域 所以叫新疆 那新疆人有的也保不懂嘛 因为那边比较落后啊 然后有很多风沙盖住了啊 所以他这边就跟地 根据当地的传说啊 去考古队挖雪啊 就发现了啊 重新挖雪的河田啊 还有尼亚 古代尼亚遗址啊 然后他就显成了 去中国啊 这是当然写给英国人看嘛 欧洲人看 去中国突厥斯坦啊 因为那边新疆做维吾尔啊 到中央他们叫突厥人 Turk 所以现在那个土耳其 也是Turk 跟Turk有关系啊 从事考古跟地形考察出武报寡 结果这个在欧洲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那当你写一个书啊 就已经过轰动了 他就带了一大堆佛经啊 哇这外部分就是历史啊 这个历史圈啊 考古圈啊 就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人类的保障 而且花了很少的钱 就买了一大堆啊 他也写了 沙埋和田废墟 这就是一个废墟嘛 正式报告时啊 古代和田啊 他第一次大概是这样的 那结果 应该第一次是一年吧 190到190 他当然要回去嘛 要写东西嘛 要报告嘛 要休息一下嘛 然后要准备钱嘛 要准备第二次 第二次隔了五年了啊 到1906年啊 到1908年啊 这次就 就大概两年左右 这次收获就丰富了 第一次他没有带什么东西 他只发现一些遗址 第二次 他就带 带礼物带宝贝回来了 就发现古楼兰 楼兰是古代啊 我们也讲中亚啦 其实是中国境内的中亚啊 有古代啊 那个新疆那一代 有很多的 我们叫西域啊 这中国话叫西域啊 西域再过去就是中亚啊 那什么叫西域呢 就是我们讲的唐山藏 唐山藏不是要到西方的天竺啊 印度外面去取经啊 他就从这边啊 因为 因为那个玄奘他本姓 俗姓陈啊 尔东陈啊 姓陈 那玄奘他就 他就 应该有随从吧 可是一般是讲他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去呢 应该是有 有几个跟班的嘛 不管了 我们就说玄奘一行人好啊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太可能拿去 还要背东西啊 还要带的 还要回来啊 那所以那个 他就宣章啊 唐山藏取经啊 就从西安啊 然后经过新疆 中亚啊 就差不多那条县啊 那其中当然经过古代楼兰 所以那边很多古代的 这些小王国吧 那后来就是那个历史 历史上没有记载 那现在长不太大了 为什么 长海三田嘛 那边有那个大风暴嘛 沙尘暴嘛 就盖掉了 所以很多电影也这个啊 就发掘了 发掘出来古代楼兰的遗址啊 然后透过一个中国人啊 因为他这个中国人没那么好嘛 所以透过一个师爷啊 信讲的 结果那时候 那时候 墨高窟啊 敦煌墨高窟啊 敦煌墨高窟的一个道士 王元璐刚刚讲的啊 他发现啊 敦煌里面很多东西 他就听说 哦 听说 他就找这个师爷啊 你会讲中文啊 搞不好呢 那个师爷搞不好也不会讲 那个敦煌那边的话 又找当地人啊 反正就这样子啊 反正找那个 透过翻译啊 就说哦 这东西很好啊 我看你这个道士没什么钱啊 这里面是宝贝没错啊 可是 没什么用啊 这个 太古老 你也不认识啊 这样子啦 我付一点银子啊 给你啊 你这边可以修整修整 你们可以吃饭啊 可以维生啊 那这个道士 他也 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嘛 穷嘛 好啊好啊 反正东西多嘛 那我也需要钱 你就给我点钱 你就带走吧 就买走了 那就买走了 这个东华莫高窟啊 长津洞里面 四十四箱 而不是小箱子啊 大箱子啊 二十箱很多啦 佛金啊 很多啊 还有五箱刺修灰 这宝贝啊 你现在买起来 多少亿啊 可能 这个 人民币啊 这个 这个 100亿都买不到啊 台币可能 几百亿都买不到啊 花一点点钱就买到了 就会 他就 慢慢就 带回欧洲嘛 带回英国嘛 带回英国嘛 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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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类的保障 而且花这么少的钱 二十轰动 然后他这一次啊 他就 又写 又写 写书啊 写 沙漠气带 因为那边一些 气带 在住了 废纸啊 已经废弃了 被封杀盖住了 还有这次 考古报告 西域就敢讲 西域嘛 靠古突击啊 这次就非常有收获啊 当然这中间 你要拍电影的话 也可以拍啊 这个 这个绝对比那个 法国骑兵啊 更显示啊 因为 法国骑兵虚构的嘛 这个是 真实考据啊 所以 题外话啊 就是很多电影啊 都是传奇啊 可是呢 真正啊 真正历史上有记载的 反而很多很有名的记载 大家反而没有拍啊 很多 当然有些电影是虚构 有些是 真人真是改编的啊 可是 因为当然我知识丰富一点 就是真的很多啊 这个 人类的理想真的很多啊 是事实的啊 结果 反而没有拍啊 可能是制片人啊 剧作家 可能他们可能也搞不清楚啊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有很多真的很精彩 结果真的没有人拍啊 可能大家知识不够啊 然后他第三次啊 第三次啊 也不错啊 就到1913年 1916这三年多几啊 又重新啊 又重新再看一眼 第一次嘛 可能这个 还没有搞清楚啊 回去以后 又研究了半截 很多疑问啊 又重新重访了尼亚 古代的尼亚 还有罗兰一直蹲跑 这次啊 他可能是 第一次买了很多啊 可能英国他们说 那这么便宜啊 再买嘛 再买嘛 你第一次啊 装不下嘛 再买再买啊 都发现能够全部买最好啊 所以他又 又买了 又买这么大量啊 这次 又买了很多啊 然后这次还发觉中国 内蒙古啊 内蒙古 尔吉纳旗啊 蒙古那边什么 很多村庄 村落用旗啊 西夏 西夏是古代的西夏啊 古城黑水城啊 再打开绰号为 河边大塔的啊 塔夫河基座啊 很多翻译嘛 因为他们都不用中文 都翻译啊 又发现大标普及 你看 这个 东方壁窟的满尼达 对啊 又跑到那个 内蒙古啊 黑水城啊 早就荒废了啊 又又 也发现啊 发现 这次发现 他自己发现啊 大量的佛经啊 文书和雕塑 早期四千件 这些文书 包括西夏文 现在早就人家不认识 西夏文的文字啊 跟中文很像 但是 每一个字都不认识啊 他就是 用中文的部首啊 所以看起来像方块字 可是没有一个字认识啊 还有汉文啊 这古代的中文啊 范文啊 就是古代的天竹啊 印度的文 还有吐蕃啊 再念吐蕃啊 看起来是吐蕃啊 英是念吐蕃啊 就是 以当地人的发音为主啊 就新疆嘛 各种 都古代的文字啊 又写下了 亚洲腹地 Inimous Asia 在中央古道上啊 他总共就是 进行这三次啊 第四次去了 但是无功而返 因为第四次 193年就民国啊 大概19年的时候 那时候 中国北伐已经成功了 国民政务时代 那时候 中国倒是有黄金十年啊 所以中国算是军阀 民国以后军阀很乱 但是 还有黄金十年 也就是说 蒋介石北伐成功啊 大概民国十五年十六年了 一直到二十六年 对着抗战都十年了 中国也确实有黄金十年 就是发展工商业啊 但是 发展了十年 这个 日本打过来 又开始中断了 又打回原型啊 但是他民国十九年 1930年的时候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 那是蒋介石政府啊 新市地 文物保护法 大概听说了 怎么宝贝都被拿走 不行啊 所以这次探险就无功而返 就给你限制啊 那些地方不能去 也不能买东西 所以他厉害就是 他有四次啊 但其中三次啊 他去了这些地方啊 然后尤其买了很多地方啊 买了很多东西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 因为他的重点啊 就是两个嘛 一个就是他曾经啊 这个探险四次啊 然后一直到中亚的最西边啊 包括中国大陆啊 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 那另外一个 当然就是了不起的 就对西班牙了不起啊 对中国来讲 是很不幸的事情啊 因为他那个 中国的宝贝啊 被他买走很多 而且他买了两次了啊 但是还没有买完 那就后面啊 其他的探险家啊 也包括英国 也包括 包括俄罗斯 包括日本啊 野兰买啊 整个快买光啊 所以要看这些东西 就到英国去看 到法国去看 到俄罗斯看 到日本去看啊 就很可惜了 那时候中国的兵皇马乱了 我们先看啊 敦煌啊 就说 就刚刚讲的啊 就是敦煌当时 是古代失仇之路嘛 也就是玄奘啊 席天取经的路线啊 所以刚才前面提过了啊 这个190年到道士啊 发现 发现了五万多件啊 就是敦煌文献90% 我们待会马上再讲 什么叫敦煌文献 这是中国的宝贝啊 他作品包括金绿论啊 就是佛经嘛 佛经嘛 就是释迦牟尼讲的话叫金嘛 律就是 释迦牟尼他规定 我们要有一些戒律嘛 哪些不能做 哪些可以做嘛 论 论就是后代嘛 就是 释迦牟尼原基之后嘛 他很多弟子啊 同子同孙嘛 他们有很多 有很多的看法嘛 收入啊 还有书士啊 就是诸解佛经啊 甚至伟经啊 伟经就是 真假难辨的啊 还有赞文啊 陀罗尼啊 法院文 秦启文啊 忏悔文啊 金帐木登 那就是一大堆宝贝啊 就是这个叫敦煌文献啊 所以到底什么叫敦煌文献啊 敦煌文献又称为敦煌遗书 敦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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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1900年92世纪开始啊 发现于敦煌墨高窟17号洞 墨高窟 那墨高窟洞很多啊 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宝贝还在里面啊 还没有挖出来啊 就像那个史黄林啊 冰马俑 冰马俑不是 倒不是金史黄的坟墓 不是 他这是陪伴的 而且没有挖完 后来这个 周恩来啊 周总理 就说我们的科技啊 还不到啊 禁止挖掘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那为什么说科技不到呢 因为 你看我们现在看出来都是黑白的啊 挖出来就是没有彩色啊 可是敦煌文献都彩色啊 可是一挖出来上来大概隔个十几分钟啊 因为氧化的关系啊 这个彩色 哎呀很神奇 大概十几分钟就退掉了 一二十分就退掉了 所以这样子 所以这科技没办法保存啊 所以就是暂时不挖啊 他这个 总共五万绝啊 占佛经啊 其中呢 佛经占九成啊 就大概是前清福间啊 就是公元啊 三百五十九年啊 最晚 最晚到一一九六年 这段实践啊 这东方危险 但可惜啦 这个可惜啦 这个 因为这个 世代营啊 买了两次啊 后面又其他的外国也买了啊 就是大部分都买光了啊 这些图书的犹太裔啊 他是 斯坦英啊 他是英文 他的原籍啊 是波兰啊 所以他是波兰裔的 但是他真正的血统是犹太裔啊 因为犹太裔跟那白人看起来差不多啊 所以目前东方危险分在全世界啊 因为我前面讲过啊 他除了是英国啊 买了以外 俄罗斯也买啊 这个 法国也买啊 这个日本也买啊 所以啊 善若在 大英图书馆 当大英图书馆最多啊 当然 这边没有学应该 大英博物馆也有啊 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两个不同的啊 法国图书馆啊 因为这个 因为他这个是以经书为主啊 所以图书馆可以摆啊 如果是器物的话 就摆在大英博物馆啊 所以他这些 因为都是经嘛 文字的 所以摆在图书馆比较多啊 法国图书馆 圣彼得保德 俄罗斯科学院啊 东方文献研究所等等啊 然后1910年啊 藏经师图书馆所直升啊 就是中国人 意思就是中国人自己留下来啊 只有八千多件啊 你看整个五万 五万卷吧 但五万卷跟鉴是不一样啊 反正只剩下八千余鉴啊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常有啊 呃 一万六千鉴 你看不对啊 你看1910年八千鉴 隔下一万六千鉴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说 也有些东西买回来了啊 或者是 后来又发现吧 所以比当时多一倍啊 是该管啊 四大正管事报啊 就是一个是啊 这个东方文献是一大宝 有了大典的 明朝的这些宝贝嘛 还有清代啊 四股全数啊 宝贝嘛 还有造成金账啊 等等啊 所以你看他当初啊 斯坦寅啊 这个 你说他赚到了啊 因为那时候中国壁花马乱嘛 所以1907年啊 啊 斯坦寅来到敦煌 呃 这当然是 呃 这应该是第二次吧啊 他用十四块马蹄 马蹄形状的银啊 十四块 啊 不知道多少里啊 驱走二十相 文献集 五相绘画 这是第一次啦 第一次啦 1907年他就要买了啊 那 当他还买第二次啊 这边没有写出来 你看 他一买了以后啊 这个 这个 这个风声传到欧洲嘛 你看 马上隔年 然后 法国汉学家 这个机会再介绍 这也是类似英尼亚琼士的 薄熙和啊 他法国 也来到摩高谷啊 其实 啊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 你看第一次是他一买 他买了两次嘛 然后薄熙和法国的 也来买了 这时候他就比较老实一点 用大量的银子 也许是当时那个 王源路啊 他说哦 全部卖便宜了 后来说哦 现在原来这要钱不了 你要贵一点啊 所以他就用 大量的银子啊 换取了六千余件 写本 跟两百多件啊 古代佛华跟十字品 不细合在第 四百六四号 苦往发现一批元带 灰盒啊 我们以前灰盒是别的字啊 但他们是用这个盒啊 这个字连盒啊 灰盒嘛 就新疆那边 古代民族 当中文字灰盒文啊 这个我们现在看不懂啊 买了 那这边没有写的就是 这个世代英买了两次啊 法国 这个薄熙和买了一次 接下来呢 俄罗斯的也来买了 再接下来 日本人也来买了 所以他是 整个情况 所以我们这样整个架构都了解啊 我们就说啊 他就是这边啊 主要就是 这整个中国大陆地图嘛 当然他是从那个西边过来嘛 西方人嘛 西边 但是他是从那个 从那个西安 陕西的西安古代叫长安 唐朝的首都长安啊 这个知道啊 把这个图啊 放 放大一点啊 西安 陕西嘛 古代叫长安嘛 唐朝的首都长安啊 所以玄奘啊 唐朝战就从这个 从这个 古代的长安就向西安 还是往西走嘛 所以陕西嘛 还是走到甘肃 甘肃 九泉 张业 五味 东华嘛 南州在这边 南州拉面嘛 南州拉面 不怎么样 牛肉太少了 太薄了 不好吃啊 但是也偏辣啊 这碗很大啊 填水嘛 三国爷爷里很多填水啊 然后接着啊 就到了东华 甘肃的这西边 东华 这边东华市库 这边就买了很多的佛基的金卷 然后他在往西边走 那西边走的话呢 我看啊 所以这是他几条路线啊 你看这边从南州嘛 西安这边没写出来 一直过来 他是四次嘛 每次路线啊 不同很复杂啊 这样子一直走啊 最远到西 要快到阿拉伯了 所以这边你看 有些地名现在知道嘛 中原王朝在这边嘛 就是满清末年嘛 甘肃兰州知道嘛 张业嘛 还有内蒙古的黑水城 这个知道嘛 玉门关 玉门知道嘛 这安西就是 不是西安啊 这安西都户府嘛 一些汉草莫高库就在这里啊 这买了很多 莫高库 敦华在这里嘛 乌鲁木齐 这个我们也知道嘛 还有高昌古代的 楼兰 已经被封杀盖住 这些大概都知道嘛 然后也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从中国 从西安 陕西甘肃 然后到了 他有四次嘛 他路线包括 杰吉斯 哈萨克 乌兹别克 塔吉克 土库曼 大概最远啊 四十大概到这里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斯坦英啊 斯坦英是什么样的人啊 斯坦英 我们看看啊 斯坦英 他这个 他的名字叫 马尔克 奥莱尔斯坦英 马尔克 奥莱尔斯坦英 他是1862年初 大概就是跟孙中山年纪 比孙中山年纪大 大概两三岁啊 这样子啊 他是 著名的考古学家啊 艺术史家 语言学家 等等啊 地理学家 探险家 他原来是匈拿利尔 他曾经在一九零零年 一九零零六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年啊 第三次跟第四这隔很远啊 那第四是无关而返啊 这些四次啊 这个 宏洞欧洲的中亚考察啊 就探险了 讲是讲考就探险了 原来是不知道嘛 那时候去哪里都不知道嘛 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可是他那个时代啊 你看已经一百多年前 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中间有没有土匪 有没有强盗 还有带来粮食 够不够 尤其沙漠 他这个没有水 河水很危险啊 会死人啊 当然是带一个团队啊 带了一些外国人啊 当然还有中国很多 脚夫啊什么东西啊 当然英国有资助啊 可是还是很危险嘛 因为碰到盗匪怎么办 或者你迷路了东西吃完了怎么办 因为都没有 都是 就是 苗布圣诞 吉伯拉斯 喂不下的地方 所以他有危险性啊 他考察的重点地区是 中国的新疆跟甘肃啊 他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公布啊 东华文献 其中大量的佛教文物 所以他买了很多这个佛经啊 还有十字笔的东西 这也没办法 那你说中国说 像中国说 你们都是 抢走了我们 骗走了我们的宝贝啊 那你就民国说 你自己乱啊 你自顾不暇啊 那个道士王原路 已经跟地方官报告啊 地方官也报到紫禁城啊 可是那个慈禧的时候 冰花马乱 你自己保护不了啊 这个你慈禧也管不了啊 地方官说你慈禧光绪都管不了了 我哪能管 那时候冰花马乱嘛 然后穷得要命啊 所以你不能怪人家嘛 人家他不是钱啊 他是跟网友怒买 他有花银子 虽然花了银子少 但是他有买嘛 他不是用钱的 不是说你那个道士不买 我杀你钱 你没有嘛 他是跟你说我跟你买嘛 你缺钱嘛 而且虽然是花了钱 第一次花的比较少 可是人家同意嘛 第二次发现要卖便宜了 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就卖贵一点 就是人家是花银子给你买嘛 你也真的是买 你政府又不管嘛 所以你不能说人家强走 但依法联系那个也是 也不能这样讲 你说依法联系抢走 可是问题是 依法联系为什么要打你呢 因为你杀外国教师啊 你杀人家公司啊 你说我不准传教 我不准卖鸦片什么 那可以啊 那是我内政啊 你不能杀人家 一后他就杀啊 不但是杀西方传教师 西方官员啊 就是建阳伦就杀 然后还 连中国人的信教也杀啊 那外国人他说我要保护啊 那大家判兵嘛 你不准我鸦片 我也没什么话讲啊 你不准传教 我慢慢跟你沟通啊 可是你不能杀人啊 你杀了我传教师 杀了我官员 连你们自己 中国人的教民也杀 那不行啊 我要判兵保护 判兵保护 这一后他说 那我跟你拼啊 那后面今天就过来嘛 那当然一发生战争以后 那当然了 那双方都死了 那死人 那那个战争一开始就没办法了 那就杀杀努力了 那没办法了 所以 所以 所以像很多总统说 立强欺负我 那你 你义和团 你杀了人家的 杀了人家的教师 你都不讲了 就像228也是嘛 228当然 当然是 蒋介石的军队呢 是派成宜在台湾 确实有杀 有开枪 机枪 手枪 什么 杀了很多 台湾人 是没错 可是问题是 那你 最前面的时候 你也杀了很多外申人 你怎么不讲 这很多事情 都有很多面啊 就是我们看 看事情 看历史 你要整个都看 你不能只看一部分 你不能说 列强 你为什么把国人打我 那你杀人家都不讲 那你说 外申人杀台湾人 你讲是没错 是该批评 那你本人也杀了很多外申人 外申人 你都不讲 所以我们看事情是这样的 所以斯坦英是186年出生在 他是出生在匈牙里长达布拉佩斯 有他人家庭 然后21岁的时候 取得了拿到哲学博士 然后就开始到英国人大学 人民大学 你看他在好学校 所以他有学问 主公东方语言 考古学 在此之间他也在威廉娜大学 德国莱比西大学 还有土兵根大学 专攻东方学 先后掌握了 所以你看这个很妙 这个很妙 他是语言学家 你说他的匈牙利语话 他会讲吗 可能他的这个 犹太话也会讲吗 英文当然更没问题了 然后又学了 又会讲匈牙利语 有个德语 我这边插个话了 有时候我在台湾 听说什么人啊 精通啊 五种语言 我们就说中文不算 就是国语 普通话 台语不算 精通四种 五种六种外语 哎呀 这胡扯淡淡 确实有这种人 他为什么说胡扯淡淡 你说他懂 四种五种六种外语 这绝对是可以相信 没问题的 你不能说精通啊 你只能说通晓 他通晓 他会讲 或者会看 四种五种六种外语 这个我相信 你说每一种都精通 那打死我不相信啊 他可能 比如说五种好了 他可能有两种精通啊 三种就是一般简单可以看 这样可以讲啊 你说他知道五种语言可以 可以啊 或六种也可以 你说这五六种 他全部精通 哪好我打死我不相信啊 他这边就讲的没错啊 就先后掌握 他就没有精通 精通那么多我就不相信啊 他掌握 他多少会一点啊 每一种语言 有的懂多一点的少一点 但基本上 一些基本的还可以沟通啊 这我是相信啊 先后掌握 这边没问题嘛 英语 梵文 波斯 可是 梵在哪里啊 没有中文 所以你说 主攻东方语言学 那 这边 只有梵文是东方啊 波斯语东方啊 那其他还是西方的语言啊 所以他中文 不太通 不太通 那是什么梵呢 什么梵 就是说 他算是买了两次 买了很多的佛经回去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带回真品 也就是说 他中文不好 那当然佛经也不是中文啊 古代的啊 他也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他只是用量取胜 买了一大堆 后来的啊 后来的法国人啊 薄熙和才厉害 薄熙和就真的懂中文 当然古代的佛经 他也不一定懂 可是他是内行 所以 这个 斯坦仪买了两次 是买了很多的量 没错 可是呢 很多真品 他辨别不出来 薄熙和就专家 所以反而真品是 第三次啊 法国去买了 那个薄熙和 才真正把 两千多件的真品 因为他有判断能力 或者他又找了真正的专家 所以真正好东西 反而是法国人买去了 那当然再后来的俄罗斯 跟日本人 当然好东西都买光了 最后就是捡破烂 也是宝贝了 所以他是这个情况 他最后到了1943年 民国32年 就是那时候在中日抗战的时候 那也是整个中国乱七八糟 中国除了黄金十年 中国就没有太平过 那说中共建政以后就好嘛 也不好了 中国建政以后 有什么山面洪气 大革命 天朝人祸 这么很多大洪水 大气候 那简直没好过 真正好过是 反而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还比较好 可是好了以后 经济是好了 又完了 为什么呢 又开始直达 讲是叫和平崛起 一点也不和平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大陆过得是比较好 可是又开始出现很多问题 现在就变全民公敌了 所以中国像好朋友 欧米组合都没有了 讨厌他 甚至像俄罗斯 俄罗斯是全世界很打的 北韩全世界很打 伊朗全世界很打 中国就这些国家 要么就是小朋友 什么一带一路 都是这些 这个第三世界 这个开发中国家 所以要么就是 中国像朋友 第一个 第一类就是俄罗斯 伊朗 北韩这种 就是西方社交流氓国家 另外就是小弟弟小妹妹 他最后在1943年 最后一次考古第四次的时候 因为感冒发烧 就导致止息灌痒 然后年纪又大 81岁了 就中风 就死在考察路上 鱼体也没有 也没有印回 英国家克布尔 在阿富汗的克布尔那边 就是在一个基督教墨地球 埋在这边吧 所以这一集 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标题当然比较夸张一点 像印尼亚琼斯 这某些方面也没错 印尼亚琼斯 那是探险加码 考古加码 历史学加码 这个史坦一也是 当然史坦一的成就 比印尼亚琼斯大多了 印尼亚琼斯当然也虚构了 这真有其言 这四次探险 尤其前面三次不得了 然后又带回 卖回来大量的 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损失 对西班来讲 很多宝贝 所以这个是 律上的探险界的一个 穿下物 当然它是第一个 当然后来薄熙和也不错 有机会再介绍一下 政绩讲真 请不吝点赞